酷的大家好 我是楊潔 這次想要分享我的葡萄汁游戏 我這次是跟媽媽還有阿姨一起去的 為什麼我會想要去這個地方呢 是因為聽說它很便宜 然後我們又一直不斷的重複看著 時尚玩家的一些片段 所以就想說好 那我們這次就去葡萄牙看看 正著它還沒有到非常非常熱門的時候 因為有漸漸的發現 它好像越來越熱門 就是越來越像去年的冰島一樣 我會穿插一些我在旅途中所拍的片段或是風景 看會不會比只有單純Vogue 或是只有單純經驗分享的效果還要好 那如果你看完後你有什麼意見 也麻煩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先給大家看我這次的路徑規劃 我們這次的路線 這個點是理事本 我們是往左邊又往右邊 然後這一路往上 走到這邊是波爾圖 然後我們有在上面兩個城市 所以這樣子玩下來的話 我們花大概八天半的時間 我們玩的天數是從4月20號就是落地開始算 4月20到4月30號飛出去飛離開歐洲 這樣總共是10點5天 前面的8點5天我們是在葡萄牙 後面的兩天是在巴黎 如果他們不算國際段的機票 就是指台灣飛到歐洲 不管你要飛哪個國家 如果不算的話 總統這樣子玩10點5天 10天半的話 一個人大概是5萬塊 所以就是看你能搶到多便你的機票 然後再加上這5萬塊 我現在把它分成 11柱型安全 來分享給大家 先從最簡單開始就是 1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這次是4月中到4月底 我覺得歐洲 整個歐洲應該都可以直接灌入 歐洲的春天 基本上天氣非常的不穩定 有可能你早上出太陽 下午就下雨 或是你早上下雨 外面下午就出太陽 早上可能天氣很熱 下午可能會變超冷的 或者是早上可能很冷 下午又會變超熱 然後日照時間會漸漸變強 可能會到7點8點 天還是亮的 所以基本上衣服還蠻難帶的 我的衣服就是從薄到厚我都有帶 所以行李有點麻煩 如果你不想要這樣的話 就是要嘛就是你正夏天的時候去 要嘛就是正冬天的時候去 可能會比較好戴一下 那個衣服 我們現在在貝倫塔 耶 天是復活節 所以貝倫塔沒有開放 不能進去 然後天氣超級好的 冷超多 這一次遇到最冷的那一天 應該就是去西方取經 羅卡角的那一天吧 羅卡角 歐洲最西端取經 成功 可是好冷 千萬不要穿裙子啊 冷死了 不要穿裙子 因為我們那天很衰 遇到早上就是下雨 然後因為羅卡角又是海邊 所以他的海風非常的強 所以就變成又雨又風 然後頭就是如果 家裡面的人年紀比較大 或是你很怕吹頭風 會有頭風問題的話 就是最好就是把頭保暖住 比較好 再來是食物的部分 我個人非常喜歡 葡萄牙的食物 因為我真的覺得葡萄牙是很好吃 如果你是喜歡海鮮的人 他們的像沙丁魚 或是 樸式海鮮粥 那個都非常好吃 然後我最推的是 章魚 我真的覺得他們的章魚都 非常好吃 燉章魚 好吃 我們這一趟去葡萄牙 好像沒有吃到什麼比較雷的東西 全部都非常合台灣人的口味 我覺得比東歐好吃太多了 就是很好吃就對了 我覺得大推葡式料理 又跟我去澳門都吃的不一樣 然後我不是很愛那個 葡式蛋塔 我還是比較喜歡吃肯德基蛋塔 然後葡萄牙的餐點 份量都還蠻大的 非常的意外 就是真的份量很大 就是可以 可能一個餐 可以兩個 或是你時間更小 可能三個人share 一個餐 然後 葡萄牙是沒有免費的水的 所以它跟義大利一樣 你要喝水 你就是必須付錢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點餐的時候 他們桌上都會先放那種小菜 像是什麼 抹醬啊 然後起司那些 還有麵包 這些都是要錢的 大部分都是要錢 水 麵包 桌上的小菜 都是要錢的 所以如果你有發現 你進餐廳之後 你發現桌上那些東西 可是你不喜歡吃 像我跟媽媽 他們 我們都不喜歡吃橄欖 橄欖還蠻常見的 然後起司 他們也不可能吃太多 可是他們都會放很多種類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吃 或者是麵包沒有辦法吃太多的話 你就跟他講說你不要 就是直接跟他講說 我不要這些東西 就是你們可以收走 他們就會收走 你最後你就不會在 你的那個帳單上面看到 所以桌上的東西 如果你不吃 你在一開始進去店裡面坐定 或是你點完餐之後 你就跟他講說 我不要這些東西 然後如果你事後發現 你想要吃麵包 你還是可以再跟他要的 這是OK的 所以這是一個 小注意事項 再來就是住宿的部分 我覺得住宿其實 葡萄牙的住宿真的很便宜 就是 一樣是差不多一個人 一千五百塊一個晚上 一個人一千五 一個人喔 不是一間房間 一個人一千五的話 大概可以住到四星以上 四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在葡萄牙的住宿 是一間公寓式的飯店 然後它是四星的 我們一個人一個晚上 折算下來大概是一千三百塊台幣 我覺得非常便宜耶 物超所值 然後我後來 訂的那些飯店 我都覺得 都比 都CP值很高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就是 價格就便宜 可是品質很好 所以我覺得住宿的話 都還不錯 而且都 就物超所值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麻煩的地方就是 因為葡萄牙它是一個建在山丘上的國家 所以有很多住宿其實 你很難看得出來它到底是在平地 還是在山丘上 想像一下 如果你拖著一個很大的行李箱 然後走在山丘上 要走十分鐘就好 十分鐘 你會不會想殺人 我覺得真的是葡萄牙訂飯店比較難的地方 就是你不知道哪地的飯店 到底是會在山丘上呢 還是在平地上 基本上平地很少 就是主要幹道上 還是在山丘上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 不想拖著太多行李的話 大家還是訂在 車站附近的飯店就好 而且他們很多石板路 就是你會拖行李拖到 你很心痛你的輪子會不會壞掉 會很擔心 所以這是給大家的建議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住宿 到底看起來怎麼樣 或是在平地呢 還是在哪裡 還是究竟 以你要轉移到下一個地點 的那個車站為主 這樣才不會拖行 你要拖很久 再來就是交通 這一次我們是採取租車 在家走路 然後在家一段內路段的飛機 媽媽是買台灣飛巴黎的直飛飛機 然後我們同一天 我們直接在代高樂機場 往里斯本飛 我們搭的是EasyJet 然後接著我們是在里斯本住三個晚上 可是我們在第二個晚上 第二天的下午 我們就先領車 所以我們租車的時間大概是四天半 然後我們租車是有包全顯 再加ETC 就是高速公路的時候這樣比較方便 所以如果你是自由行 然後你想搭火車的話 不好意思喔 我沒有辦法給你任何的建議 因為我們沒有搭到火車 我們只有第一天到里斯本的時候 我們有用他們的地鐵 我真的覺得里斯本還蠻需要搭地鐵的 因為它真的是七丘之城 所以它真的是一路上都是上上下下 而且它的景點範圍分佈的稍微廣一些 所以我覺得你買一日券 然後搭上去 因為它有很多的觀景台 觀景台就是相對就是比較高的地方 你就要走很久 所以你搭地鐵上去會比較輕鬆 所以我建議大家第一天到里斯本 或是你到里斯本的時候 就是可以買他們的一日券 然後去搭 因為他們的票還蠻便宜的 超便宜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從機場搭到市區 大概是我旅遊所有歐洲地區 從機場到市區最便宜的車票了吧 最便宜 然後他們麻煩的地方是 他們的地鐵一定要買一張他們的 叫Vivo卡的樣子 一定要買那張卡 然後那張卡是一張破爛的紙 我真的覺得他們沒有辦法做塑膠的嗎 那個紙真的是 那個真的是紙欸 然後他可以拿來儲值 可是他真的是放在口袋裡面 就是走一走就爛掉了 我就不懂說他們難道不能 花多一點錢然後弄成塑膠的嗎 比較不會壞啊 好反正就是我看到那張地鐵出資券的時候的感想 然後再來就是波爾圖 我覺得波爾圖的景點相對於里斯本來講 比較密集一點 所以我們都是用走的 雖然真的走得很累 可是我真的覺得他比起里斯本的話 他景點真的稍微比較容易可以達到 可是還是很累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你們是有老人在的 盡量不要選里斯本這個地方去旅行 因為真的膝蓋不好真的不要去葡萄牙 因為真的要走很多上坡 再走很多下坡 然後又要爬山什麼的 真的會累死老人 真的認真 然後我這次租車是租手排車 對我又是租手排車 我就手排車王 我現在開手排車開得很得心應手 雖然還是會偶爾熄火 葡萄牙他比較難開 就是因為他都是上坡然後再下坡 開到上坡的時候真的超緊張的 手排車 所以如果你們要租的話 還是花多一點錢去租自排車 如果你對手排車沒有自信的話 可是開完後會覺得自己非常有成就感 你們要租車的話 就是以你們要離開城市的那一天為主 或是前一天晚上去領車 因為在城市裡面停車真的很貴 我們這次花到最貴的錢 就是單次性最貴的錢 應該都是停車費 停車費有時候一個 overnight 可能就要20歐到30歐不等 然後就覺得哇停車費真的超貴的 停車費這樣子我們在城市裡面停兩天 就差不多幾千塊 兩千一兩千 光在停車費上面可能就花了不少的錢了 好了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安全的部分 對如果你有看到我Instagram的話 你就會發現 欸我被偷了 這是來歐洲第一次被偷欸 就是不是我 是阿姨 就是我們在搭路面電車前往貝輪塔的時候 可能就是 因為我們一開始到機場的時候 有一個男生跟我們講 一個香港男生 他跟我說 葡萄牙自然塔蠻好的 然後我們就可能就有點小鬆 所以我上電車的時候 我就沒有太多 注意就是媽媽跟阿姨那一塊 我媽因為我跟我媽媽很常出國 所以媽媽那份我是沒有什麼太擔心她 可是我是忘記阿姨她不想出國 啊我忘了跟阿姨說 就是上了公大眾交通工具 或是人很多的地方 包包記得要往前背 結果一個不注意就是 注意到的時候包包已經被打開 然後是在電車裡面 然後被偷了 就是阿姨是把她的錢包放在隨身包包裡面 可是她把隨身包包放在大背包裡面 然後就背在後面 我們打開之後發現她開了兩層 就是把大背包打開之後 又把小背包打開 然後把裡面的錢包整個拿走 錢包裡面總共有320歐 然後再加上三張信用卡 再加個四張身份證件 所以就變成當下就很緊急的 打電話去台灣那邊 趕快辦停卡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可能還要繼續把那些東西 就是什麼身份證那些健保卡 全部再重新申請 可是好險是 她把錢分開放 所以不是把所有的錢都拿走 然後護照的話是沒有放在錢包裡面 沒有放在包包裡面 沒有被拿走 所以好險護照還在 我們後來去羅卡角的時候 羅卡角的那個櫃台姐姐 她就跟我們說你們要小心你們的包包 因為在葡萄牙裡面有小偷 然後他們是羅馬尼亞人 然後他們是同一個組織 所以要小心不要被偷 然後我們就跟她講說 已經來不及 因為我們昨天第二天到的時候 就已經被偷了 然後她就 對她就說 這是葡萄牙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羅馬尼亞人 就是沒有辦法制止他們 所以就有點 所以大家如果去 不管去哪個地方 不管去歐洲的哪個地方 只要出了台灣 都要注意 希望 大家都可以順順利利的在葡萄牙旅行 然後如果你們 真的想要開車的話 還是要讀一下他們的交通 交通一定要讀好 就算是 他們有很多跟台灣不同的指示 路標 如果你看不懂 就會很麻煩 不然就是千萬不要亂停車 或是超速 一切以慢為主 然後歐洲會有很多圓環 如果你不會開 你就慢慢開 真的是慢慢開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與旅途愉快 然後不要出意外 也不要被偷 然後也給大家一個良好的旅遊品質 那就非常好 好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我這次的影片 然後留言告訴你們 去葡萄牙的經驗 或是你想要看到什麼 然後什麼衣物 不要問我 天氣怎麼樣 然後怎麼穿 麻煩自己去Google 謝謝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這件是我在葡萄牙買的喔 掰掰 掰掰 Harry Potter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